上方一台乡行车往前行驶 不过行经十字路口时没有减速 这时右侧骑士闪避不及 当场被撞飞 车上物品瞬间散落一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骑士与乡行车撞上那一刻 场面超级惊险 撞击力道之大 让整台机车都弹飞了起来 乡行车左边车头被撞出一个大洞 车灯整个变成碎玻璃 保险杆也凹陷下去 撞击发出的巨大声响 也吓坏附近民众 这惊险一瞬间就发生在 16号上午9点多 骑士行经风树街正要回家 半路却遇到一台乡行车 疑似抢快闯灯 从文化街冲出 两台车当场撞上 而64岁的潘姓骑士 车上瓶瓶罐罐掉满地 这些就是要带回五股住家 给老婆的保健饮品 没想到还没传达到新意 就先遇上死结 疑似一步自小祸 行进该入口的时候 疑似闯红灯 而造成双方的碰撞 造成事故的发生 那亡者的部分 他是如内出血 你不要跟死者的驾驶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照示驾驶低头 平平说对不起 29岁的许姓驾驶 疑似是赶着上班 才会酿货 抢快一时害得别人 丧失宝贵性命 后悔莫及 记者黄天耀 徐玉杰新北市报道